我们在之前几集都介绍了东斯拉夫和西斯拉夫之间的关系 和他们和俄罗斯的恩怨情仇 这次沈平我们就要讲讲南斯拉夫 没错,我们现在讲的南斯拉夫有两种概念 一个是指南斯拉夫这个民族 另一个是指南斯拉夫这个国家 首先就讲民族 如果之前有看过我们几集的观众应该都会记得 斯拉夫民众其中一只大约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 向西千言来到相当现在的波兰、哲特、斯洛伐一带 他就被称为西斯拉夫 另外还有一只就进一步向南千 大概在公元六世纪至七世纪的时候 就来到现在的巴尔港半岛一带 所以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士尼亚、 塞尔维亚、克山、马其顿和保加利亚 他们都属于南斯拉夫这个民族 而是国家这个抗点来说 除了巴加利亚之外 之前刚刚那几个国家 他们都曾经作为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 有趣的就是 虽然南斯拉夫已经解体了 但是我有个塞尔维亚朋友 他依然会把自己 称自己为南斯拉夫人 我就问他为什么呢? 南斯拉夫都没有了 原来他的父母是来自南斯拉夫不同的民族 他就说很难把自己定义为哪一个民族 所以他就用这个中性的称谓 或者中性的概念南斯拉夫 就包了所有 另外还有一个斯洛文尼亚的同学 他就说他出国旅游的时候 如果跟人说他是斯洛文尼亚 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是什么 然后他就要说南斯拉夫 然后那些人就说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出名很多 是的 所以即使到现在 南斯拉夫这个名字或者这个概念 其实都有一种很实际的用途 其实南斯拉夫和西斯拉夫 东斯拉夫 中间就隔了 奥地利、匈牙利 还有罗马尼亚 其实南斯拉夫和俄罗斯之间有什么渊源 首先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斯拉夫民族 另外一个最主要的渊源就是这个文字 也是使用西里尔字母 一般人相信大概九世纪的时候 基督教传教士圣西里尔 他就建基于希腊文 创造了这个文字 为了方便在斯拉夫民族之间 全部的基督教 后来的学者就说其实不是圣西里尔本人 而是他的门徒、他的学生 在布加利亚创造的 所以在今天来说 在巴尔港半岛的南边 包括布加利亚、塞尔维亚 和东斯拉夫 他们都是用西里尔文字 当然还有一个渊源就是 巴尔港半岛南部 大部分国家是信封东战教 和俄罗斯这些东斯拉夫民族是一样的 至于语言方面 都有些动通性 例如如果你懂得说俄文 基本上大概你都可以听得明白 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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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塞尔维亚文 虽然斯拉夫民族去了巴尔港半岛 就有千多年历史了 但是南斯拉夫作为整体国家的概念 都是百多年而已 是的 没错了 我们知道现在 我们讲的前南斯拉夫国家 包括斯罗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 塞尔维亚、克山和马其顿 这几个虽然都是斯拉夫民族 但是他们在过去的千多年 他们是受到不同的势力影响的 比如说斯罗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他们就在巴尔港岛的最西边 由于地理为之原因 他们传统上是几个世纪被奥地理 和后来的奥空帝国统治 或者是控制 以及斯罗文尼亚旁边就是意大利 所以也受到意大利的影响 所以斯罗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他们的宗教主要是信奉天主教 使用的是拉丁字母 而巴尔港半岛的南边 好像塞尔维亚、克山、马其顿 他们传统上主要是信奉东正教 使用的是西利尔字母 而至于夹在巴尔港半岛中间的波斯尼亚 他们主要的宗教信仰是穆斯林 是伊斯兰教 因为他们很大段时间受到奥特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 所以这几个南斯拉夫这个民族 其实很大段时间受到不同的权力去控制 直至到公元十九世纪会的时候 当奥孔帝国和奥特曼帝国 开始逐渐走向面望的时候 这种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国家 的概念才刚刚开始形成 到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奥空帝国瓦解 然后塞尔维亚、斯罗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他们第一次组成了南斯拉夫王国 在二战结束之后 这个王国就被南斯拉夫的共产党政府取代 西斯拉夫和苏俄在历史上都有很多因因缘缘 譬如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 因为要有布拉格之春的民主运动 苏联派军进去镇压 而波兰历史上都多次被苏联和俄罗斯瓜分 南斯拉夫在冷战时期作为共产主义国家 他和苏联的关系是怎样 首先我们来看地图 地理位置上来说 巴尔干半岛和俄罗斯没有接让 所以历史上来说 在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民族 他们从来都没有被沙河 或者是后来的苏联所侵佔过 所以他们就不像波兰那样 他们就和俄罗斯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说到冷战的话 首先就提醒南斯拉夫的前领导人铁托 在二战期间他就带领共产党游击队 击败了抵抗入侵他们的纳粹德国 二战之后 铁托在南斯拉夫成立了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共产党政权 但是他和史太林和苏联领导人 意见不和 他就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他就和史太林决裂 脱离了苏联阵 在冷战期间 他和苏联保持一种 若即若离的关系 又不是亲密的盟友 但也不是敌人 在民间方面就很不同 这个南斯拉夫时代 他们的学生在学下学的是俄文 而不是学英文 而他们学的文学是俄罗斯文学 而不是沙士比亚 而且很多街道是以俄罗斯文学家的名字 而命名的 所以虽然在外交关系上 大家是一般的 但是在民间层面上 那些南斯拉夫人对俄罗斯的文化情意结 是好心对俄罗斯非常有好感的 TikTok 香港亦做TikTok 在1980年世世 1991年 苏联瓦解 在这一段时间 南斯拉夫陷入了战乱 最后 瓦解了 分裂成几个国家 这些几个国家 和俄罗斯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可以说是非常之微妙 又非常之曖昧 又非常之复杂 我们之前都说过 这几个前南斯拉夫国家 他们的历史背景都不同 宗教信仰不同 舒适文字又不同 整体来说 俄罗斯就和塞尔维亚 克山和马其顿的关系最密切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他们大家都信奉的是东正教 使用的是西里尔志武 尤其是塞尔维亚和俄罗斯 就有些相似性 比如说在苏联时代 俄罗斯就视自己为苏联的大佬 人口是苏联最多 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 亦是苏联的首都 而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时代 亦都将自己视作为大佬 因为他们人口是最多 另外塞尔维亚首都 贝叶格莱德 亦都是南斯拉夫的首都 所以大家有相似性 另外一个主要的相似 就是在政治方面 我们可能都知道 在南斯拉夫内战的时候 塞尔维亚被指参与屠杀 在波斯尼加穆斯林 所以被以美国为首的北弱轰炸 1999年的科索尤战争的时候 塞尔维亚又被美国为首的北弱轰炸 所以塞尔维亚很恨北弱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对北弱 非常有戒心 所以说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很自然俄罗斯和塞尔维亚 会走在一起 另外在1999年科索尤战争之后 后来就是科索尤独立 俄罗斯一直都是反对科索尤 脱离塞尔维亚独立 在这方面 塞尔维亚非常感激莫斯科的立场 在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后 塞尔维亚对俄罗斯的态度有没有变化呢? 我刚刚跟塞尔维亚的朋友谈过 他说现在的民意是两极化 但整体来说 大部份的民众都是倾向支持俄罗斯 认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那里 是去打击当地的纳粹主义分子 是去保护俄罗斯东部的俄罗斯族人 尤其是在那些极右翼分子、极右翼团体 他们到现在都非常坚定地支持普京 至于开始会有更多的 尤其是在知识分子阶层 他们开始会同情乌克兰的立场 有趣的是我这个朋友 他在贝尔加雷德任教的学校 最近接收了一名由乌克兰来的难民 所以他们都觉得 为什么乌克兰会走来和支持俄罗斯的塞尔维亚呢? 就是这样的 而在乌克兰就在塞尔维亚旁边 就是乌克兰共和国 他们的政治立场通常 一直都跟塞尔维亚差不多 我早前去了乌克兰 就跟迪士司机聊天 我一坐上车他就开始说一说 然后他就说 俄罗斯是我们的好兄弟 当北约轰炸欺负我们的时候 只是莫斯科在那里和我们撑住 我就问他 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你们是不是还这么支持普京 他就想了想 现在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其实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东斯拉夫民族 但是俄罗斯就入侵乌克兰 波兰也是斯拉夫民族 但是多次被苏俄去瓜分 南斯拉夫更加在内战的时候 斯拉夫民族之间打打杀杀 虽然大家其实都是斯拉夫民族 几个都是 但是好像都是 没有什么方法阻止大家的冲突 是的 你说得真是对 好像我说回我们之前 遇到那个克兰共和国的士司机 他就说到南斯拉夫内战 他就说 那时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一起去打塞尔维亚 转转头 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又一起去打波斯尼亚的穆斯林 你打我我打你打你打去 我都分不清哪个朋友哪个敌人 有什么胃呢 我就问我个斯罗文尼亚同学 我说为什么你们都是南斯拉夫这个民族 为什么要互相残杀那么厉害呢 他想了想他说可能是一种人性 一种缺陷就是 你越接近和你越亲近 越熟悉的你可能就会越狠 这个可能也有一些道理 但讽刺的是俄罗斯虽然说 在南斯拉夫内战期间 一直都支持塞尔维亚 但他们其实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 经济援助 尤其是在战后 没有实质性的经济援助 或者是军事援助 但是到现在塞尔维亚人 都这么喜欢俄罗斯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可以用我们 俗语讲的距离产生美 正正因为塞尔维亚和俄罗斯 中间隔了二千公里 被乌克兰和罗曼尼加隔开了 所以对塞尔维亚人来说 他们对俄罗斯 就是一种浪漫主义色彩的幻想 想像是一个美好的我们的精神上的祖国 所以我们看回东斯拉夫民族 俄罗斯就打乌克兰 而这个南斯拉夫民族之间就内战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民族的共同性 其实并无法可以避免发生冲突 反而可能是地缘政治 或者是以前南斯拉夫来说 可能宗教这些因素 可能是最大的导致冲突的一个原因 感谢观看